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善夜道经 第十一面 道宿第三行 从第二句看起 报不起身见 实诸物业 这是断愚痴 第八种利益 愚痴就是邪禁 邪禁就是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六道凡夫 都指着这个身是真实的 身是自己 佛告诉我们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身要不是自己 什么是自己 有许多人听佛这个说法了 就生起疑问 这个意思很深 必须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依照佛法教会 去修行 修行 就是着见 修正 我们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执着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思想 身 确确确确实实 不是我 它是什么呢 是我所有 就正如同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一样 衣服是不是我 不是我 这个大家知道 衣服是我所有 所以佛家讲 我与我所 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身呢 也是我所 不是我 诸位要知道 我 是永远 不生 不灭 我所呢 它有生命 我们这个衣服 时间穿久了 穿脏了 穿破了 不要了 换一件 我所 有生 有灭 我 没有生命 摩有没有生呢 也有 你看佛法里面讲 法身 法身是真正的孔 所以佛在大经里头常说 法身是不生不灭 无师无踪 佛教界 弟子们 终极的目标 就是叫我们 正德 法身 正德 法身 在佛家呢 就叫做 成佛了 那么什么人 正德法身呢 正德法身的人 很多 在中国 历代 各个 宗派里面 向禅宗 明心 见心的 这真的 发生 所以说 大车 大悟 悟的是什么 悟的是 有一个 不生不灭 无师无踪的 真火 悟的是 这个身世 讲火 彻底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不再疑惑了 他就能得受用 这个受用 大臣经教里面 所讲的 如来古地上的 义正庄业 这他得的受用 佛又跟我们说 报神 报神是 有始无踪 报神是什么呢 报神是智慧 能正法身的智慧 你 正德之后 你 救之后 永远 不会 再迷失了 第三种 讲 樱花神 我们现在 这个神 叫樱花神 佛的樱花 根本的云音 是诸佛如来的本云 一切诸佛如来 在阴地上 都曾经发阅 都一切众生 这是阴 阴呢 这是众生有感 佛就有阴 哪个地方有感呢 佛就 哪个地方就阴 那么再跟诸位说 法神 是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没有形象 虽没有形象 能现一切形象 我们今天所讲的 一切动物 是发生 发生 变现的形象 一切植物 矿物 也是发生 变现的形象 另外一切 虚空 自然 现象 还是发生 变现的形象 在佛教称发生 在现在 这学家 他们所称的 叫宇宙万有的本体 佛法称作 发生 这个是 不生不灭 他所现的形象 怎么现的 大乘佛法 讲得清楚 发生 能现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 包括自然现象 是所现 能所是一 不是二 如果把能现 跟所现 分成 两类 这就是世间 讲的 这 过去 欧阳 敬吾 大肆 说 佛教 不是这 为什么 不是这 说呢 佛法 是一 不是二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是一 一发生 能所 是一 不是二 这 这 学里头 没有讲到 这个事情 所以 他不是这 他也不是宗教 宗教里面 决定要崇拜 一个神 一个造物主 佛法里头 没有神 也没有造物主 佛法 承认有 神的存在 神是什么 一会 四星呢 还是 法身 所现 现 的这些 像 差别 这么多 经论上 常讲的 设法界 一正 庄严 这是 怎么会 四星 我一时 所变 是由于 这一切众生 迷失了 自信 什么叫 迷失自信 不知道 事实 真相 不晓得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跟自己 是一体 这叫 迷失自信 迷失自信 之后 就产生了 妄想 分别之处 所以 设法界 无量 无边的 法界 是怎么样的 变现 出来的 为师 所变 于是 自信 信得 不能做主了 谁做主呢 妄想 分别 执着 做主 这就是 法相 宗里面 所讲的 八十 五十一星 所做主 那就造主 我业 纵然造一切善 在佛法里头 大成佛法 他还是造我业 为什么讲 造一切善 还是我业呢 因为他是 八十五十一星所造的 八十五十一星所 是妄心 不是真心 不是真心造的 还是我 真心造的是善 那由此可知 摄法界里头 四圣法界 身闻 原觉 菩萨 摄法界里面的佛 天台家讲的 藏教佛 通教佛 都是摄法界里面的佛 他们造的都是物 都不是善 为什么呢 没有明信见信 不是用真心 用真心造一切物 都是善 所以绝对的善物 是从这个地方 尽力的标准 用妄心造一切善 也是物 没有经信 换一句话说 你造作一切善业 你出不了是法界 用真心的 一真法界里面的 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就是佛 分正佛 他们造窝 也是善 怎么知道呢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你看圣热婆罗门 他做的行业 与吃 甘露火王 杀 成慧 法多密苏女 盈余 杀到淫 他是善 他为什么是善 用这个手段 用这个手段度一切众生 帮助众生 明心见信 帮助众生 超越六道十法界 他用的是手段 所以他是神 这个佛在经上常讲的 这是祝佛如来的秘义 太神秘了 我们不懂啊 我们看到感觉的很奇怪啊 不是我们的境界 所以佛讲这些事情 华度 威度 娑婆 世界众生 威度 舍法 界众生 他也有全巧方便 那就是善财 同志去参访 你看 有礼尽 没有赞叹 这用的手段 不是按照 卧度 卧的方法 能度一类众生 这看众生的根性 应当用什么方法 帮助他 就用什么方法 佛没有定法 佛有能力观机 我们凡复不能学 凡复为什么不能学呢 你没有力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力妄想分别执着 你要学这个方法了 就堕地狱 这些话 佛都讲得清楚 都讲得明白 我们要用心 去体会 要细心去观察 佛教化众生 是分很多等级的 就像办学校 教学 教年轻人一样 有小学 有中学 有大学 有研究所 每一个阶段 有每一个 强调某一个阶段的 教学方法 所以我们自己 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现在在佛教 只能算是在小学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我们修学 学了这么多年 不能说不努力 不能说不认真 何以功夫不得了 何以不能跟古人相比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呢 十善业道 试问问 这十善业道 我们做到了没有 这个是佛法 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无论大臣小臣 显教密教 都是用这个做基础 我们讲净土 净土最基本的 是净业三福 净业三福 头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四掌 慈心不傻 修十善业 唯有真正修十善业 前面三条 才有啊 孝行尴尽业道 慈悲 才落实 如果没有实善业道 前面孝尽尊师 慈心 全是假的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具足这个条件 念佛 这叫生 凡圣同居图 经业三幅三条 具足第二个条件 具足两个条件 往生的时候 生方便犹豫图 三个条件 圆满具足 生十报状元图 所以我们最低限度 要把第一条做到 第一条就落实在十三级道 古人是走这个路子 所以 他在短短几年时间 他就有成就 我们今天俗获了 不晓得这个道理 在修学上 没有砸根 齐心动力 都落在自私之力 这怎么行呢 换一句话说 贪嗔痴吃慢 没有舍掉 别人赞叹我们 我们欢喜 别人骂我们 侮辱我们 我们心里很怨恨 这个就不行 这样搞法 功夫怎么会得力 我们看看 古人对于顺利静年的 心态 听到别人赞叹 自己感到恐惧 我做的 是不是向他赞叹的 不会生欢喜心 听了之后 人家赞叹我好 我做的不够好 差得很远 别人回报我们 自己一定 回过头来反省 决定不怨恨别人 他回报我 侮辱我 陷害我 一定是我做的不好 不能令他满意吧 回过头来反省 改过自信 修行人的心地 清净 平等 慈悲 没有一个 我的念头 没有一个 不善的行为 与大众相处 只计别人的好处 只计别人的恩德 决定没有 不善 抱怨的念头 这样才能修到 纯善 西方极乐世界 是祝上山人 聚会 我们要不是上山 虽然 居足 幸运行 也不能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善心 善心 从哪里培养出来的 是从一切顺利境界 善悟人员 从这个里头 修养成功的 何以法身大事 没有过呢 法身大事 尽一切众生 一切万物 只尽信 不着相 原因在这里 一切众生的心 都是佛心 所以华尹 语言诀里头 说得好啊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现在是不是佛呢 当然是佛 佛看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如来 他从心上看着 凡复看的呢 就不然了 凡复是从相上看的 凡复着相 伏不着相 这个说法 大家要一下不能够体会 我们举个比喻说 比喻也是古来祖四大德 所讲的 像选手过斯 他老人家 说的比喻 一锦做气 气气皆进 我们用黄金 做器皿 做什么器皿呢 造相 我们用黄金 同样的成分 同样的重量 我们造一种佛像 菩萨像 声闻像 圆觉像 天像 阿修罗像 人像 畜生像 摩鬼像 地狱像 这十个摆在面前 佛见性不见像 全是黄金 价值相等 没有分别 我们人的做相 这是佛 佛菩萨 赶紧拜三拜 那个受过鬼 讨厌得不得了 就起了妄想 分别执着了吗 做相不见性 你心里头 生这个好丑 生分别 这就是故事 祝佛菩萨 帮助我们 终极的目的 在哪里呢 最终的目的是 教我们 也要尽心不着想 我们心就清净了 心就平等了 心里头 一个念头都不深 圣案我念头都不深 晓得什么 这个佛像 跟摩鬼像 跟地狱像 平等 一丝毫的差别 都没有 金是真的 像是假的 我们不喜欢这个像了 我们把这个像的时候 融化掉之后 可以再做别的像 这就是讲 信永远不变 像会变 像有生灭 信没有生灭 诸位从这个比喻里头 细细去体会 一切众生 在有情众生 说佛信 无情众生 说为法信 佛信跟法信 是一个信 所以诸位要从信上看 你的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自然就生出来了 这是信德 如果落在分别执着上 你就迷失了自信 信德 透不出来了 生其什么 生其是非邪认 善悟 其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全都是妄想分别执着 那么佛在此地教导我们 如何能不起身见 舍住我业 这一条 跟大家说 最低限度 这个地位 大臣 大臣 大臣原教 出行为的菩萨 小臣 虚脱还骨 出骨啊 不起身见 我们要不在这上 真正用功夫 怎么行呢 然后才体会到 实现业对我们多么重要 必须认真修 实现业道 念佛才能完成 修学任何一个法门 你的功夫才得力 如果学气实现业道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功夫不得力 就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地基 实现业道是基础啊 一定要知道 学住我业 是要修实现业道 你才能够学住我业 不修实现业道 你这个物业 舍不掉啊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生生世世 随意受报 在这个六大轮回 这是常说的了 善业 你生三善道 我业 你就生三我道 随意流转啊 苦不堪掩 这个是六道众生的真相 学府要开智慧 一定要觉悟 要了解这个世间四十真相 世间什么都是假的 佛说万般将不去 唯有叶随身 我一九七七年 第一次到香港讲经 圣怀发誓 谢道连居士 他们两个人起见 我到香港 他们两位接待 有一次 谢居士 他要送一个手表给我 那一天 到街上去买手表 先到银行里面去拿钱 他银行里面有两个保险项 打开来让我去看 里面一些金银财宝的 装满了 谢居士前年死了 一样都带不去 我当时说了一句 很难听的话 我说这都是你的 他说是啊 哎呀 我说太少了 他感觉他很惊讶 他说发誓 难道你 我说我有的比你多的太多了 我都没有法子计算 他说在哪里 我说你看看 你这么多金银珠宝在这里 又不敢带 带了说走到街上 怕人家把你手给它赶断 又不敢在家里放 放着怕有人偷 放在保险箱里 一个礼拜到这里来看一看 摸一摸就算是自己的 那太简单了 哪一个珠宝店 我叫他拿出来 我看看摸摸 不都是我的吗 跟你什么差别呢 人呢就糊涂到这种所以然 不知道啊 有这些钱财就不实做好事 那是真实的空调 那是带得走的 放在保险箱 关在里头 一个礼拜看一下摸一下 带不走的 事真设众生 愚痴 颠倒啊 愚痴颠倒就在这些地方 我们自己要反省 检点我们有没有这种愚痴颠倒 要看破 要了解事实真相 才不要急 才要散啊 越散越多 越多越要散 绝定不能急 一急就成了病了 就成了罪悟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撕离了 对 下一句 我们就讲到撕离了 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